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视频 我们干脆聊点简单点的呗 聊点轻松点的呗 聊点低数点的呗 那聊什么呢 干脆这一集就辱包吧 因为每天给大家分析各种大事啊 各种大新闻啊 各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操 偶尔呢 我们也要转换一下气氛啊 轻松轻松 干脆 因为这个习包子 现在是全中国人的苦难之根 人员呢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 你说就蔡霞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嘛 这共产党选出的哥们这么个玩意儿 哎呦 搞得全中国人折腾的够呛 大家吃吃喝喝 哎呦 该吃吃该喝喝 该睡睡不就完了吗 对啊 哎呦搞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哦 哎呦一带一路啊 什么千年大计啊 啊 现在要统一大市场 我操 整天搞那么多东西啊 他这 他的玩意儿他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很喜欢就是好像 哎呦建功利业哦 哦搞搞很 哎呦他越折腾啊 你什么都不干最好 我就说了 那些领导最好别惦记 你们啥事不干最好了 哎一干事就搞砸啊 哎呀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抗议啊 亲哎呦他一他一指挥全部是不灵光 哎呦刚才也讲讲素材啊 今天刚好就看到这习包子啊 啊有一个新闻出来 啊习近平把所有精力都用在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 哎呦简直是你说习包子这个人也蛮假的 你说就哎 你真是这么和我江湖我不负人民呢 你首先把你那中南海给老百姓去租一下 大家调转啊 你去租城中村啊 你什么把所有精力在你说的好听 你做过一天事情吗 也做洗过一天晚吗 没有 他这个人从小就是国家元首啊 也是习近平的儿子 不愁吃不愁喝 他说医来就是伸手啊 饭来张口 食指不沾 阳春水就是说的这种人 含着精药食出生啊 出生啊就是说习包子这种啊 啊王啊就是说红色江山哦 红色血统吗 有做过一天事情吗 大饥荒大家没饭吃 他压的拿面包去喂狗 你说这玩意他知道民间疾苦吗 不知道 就这么个玩意 就这么个玩意 你看 十一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南五指山脚下的水满香茅那村 哎呦你就是顺便旅游我看你压的海南五指山脚下 你你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你习包子你说走进泥足群众家中看望啊 同村干部村民代表亲切交流 你走进家中看看那个家是谁的家先 然后又是村民代表又说那你这个家是谁的家里跟我说一下 是吧 村广场上乡亲们热血热情欢迎总书记到来啊 你说搞搞半天你说是不是咬名啊 习近平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 一来就是把这个结论塞给你们了 你说这个如果是真正的村民你说谁福气啊 接着要奔向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工作要扎扎实实搭扎实实做 喂 我都不明白你这些你你跟那乡村 那没没没没没这你都只说村民了都没读过多少书了 就是就是少数民族啊 五指三下啊啊啊 啊水满香茅拉春天都没听过 那么山喀拉的地方啊 啊这个广东话了 山喀拉是广东话啊 啊你跟他们说什么什么乡村振兴工作干屌啊 乡村振兴工作是李席包子的工作 是你们公务员的工作 你跟你跟村民说干嘛 你们的工作是振兴他们 你跟村民讲振兴工作干嘛 人家是接受李振兴 怎么振兴你们去想 哎呦你说这个这个玩意真的整天搞这种东西 你说是不是 这我就不知道他干嘛呀 首先要巩固脱贫成果 哎你说就就是这些话 你跟村民说干嘛 我就知道你 这些李跟的干部去说 是吧 再往前哎呀且不说 在中国什么时候实现过小康社会 什么时候实现过共同富裕啊 哎 饭都吃不饱 我告诉你我现在拿着个中国护照 我没有实现共同富裕 我没有实现小康 我来到日本日本老板日本国家给我福利 日本老板给我给我钱 我就是没有是从小到大没有在中国得到任何福利 没有派过一分钱 政府 日本政府给我派钱 中国政府一分钱没有 给我就是停个车给我开罚单 我就收到多了罚单我收到不少 我导致什么什么时候带我共同富裕 是吧 这个我现在还拿中国护照 你给我共同富裕一下 把你洗包子 你你压的中南海到办公室给我共同富裕一下 嗯 中国共产党关心了 让全国各族人民一天比一天 我一天比一天差 你看那中国GDP 看那了中国股市 看人民群众的那个那个债务 一年比一年高 现在都都还都还不起了 还搞个疫情 自己跑到就跑到的那个那个没有疫情的地方去玩 嗯 党没有自己的利益 你没有自己的利益 你赶紧下台 你有本事 你没利益 你让全国人民投票 你压中国不是很牛逼吗 你都做核酸 你又健康马了 那到现在 你怎么就不能实现选举的 我都不明白 你都5G了 你又上太空了 上火星了 你怎么就没有实现一个选举呢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就看到中国为什么不能搞直选呢 因为就中国地方大呀 很多地方没有覆盖 现在覆盖了没有 做人去做核酸的时候他妈都覆盖了 做人去打疫苗的时候都他妈覆盖了 敢讲福利的时候他妈什么都覆盖不了 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 你赶紧下台呀 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 你当这个公司 当这个执政党啊 领导干部更衣 不应该有自己的失利 你说的就你细胞子啊 你脸皮蛮厚的 这细胞子 你的细胞子 哎呦他这个人真是个极品 哎又是怕死 你看今天我刚好凑巧又流出他以前那个火神山医院的那个照片嘛 他在那个豪华大厅里面对这个屏幕啊 就就慰问火神山医院哎呦我就觉得 你这这个也是体现出来细胞子这个人 你为什么要搞个豪华大厅 然后搭个搭个屏幕搭个麦这样去 看这个火神山医院呢 是吧 你要搞什么呢 所以很奇怪 你知道不 这个这个人 又好大喜功 他也那个你说他做的事情 都一切都不切实际的 根本都是全做的都不切实际的事情 然后没有一点点对老百姓没有一点点好 哎呦我看到今天才看到那个 长春的大学生啊 长春的大学生 一个月没有洗澡了 哇终于洗上一次澡了 一个月洗了一次澡好开心 哎呦现在这 哎呦中国人还一天过得比一天好了 我就我就我就没看出来 没有看出来 是吧 我一天我就没有 我没有放弃中国国籍啊 的时候啊或者共产党把我开除了算了 把我开出去中国国籍算了 我一天没有过得比一天好 我是不是找你洗包子算账啊 你说啊 哎真的是 这简直啊 这个人很坏啊 又坏 又蠢 既蠢又坏 这洗包子 所以我今天我就看到看到几个 哎呦 然后再看几个材料 哎呀 你说的 我那个郑州有事 他跑西藏去 啊 然后这个 现在上海有事 他跑海南去 这个人老这样的我 我都不明白吧 我都不明白 他全国随服他 谁喜欢他 谁喜欢他我都不明白 官员都不喜欢他 啊 老百姓呢 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 他也没有人喜欢他 我全国我也想不出来 有几个人喜欢这洗包子 这这神经面 啊 这蠢货 所以就哎呦 我看了办通 先说到这一段 觉得有点意思 点灯就很想办